也买不起 这是好人的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讲了一帕 还没讲我真正要讲的事 我就说好人 我们大陆人也有好的 都是好的 我们大陆人 你看他好人 最后我就说最后怎么样 河南农民 这么淳朴的农民 名叫韩鸿钢 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 咱们导演出一下 韩鸿钢是种萝卜的 哪一个 右上角 右上角 你看看着 你看憨厚的人 长得都这样 就是韩鸿钢 60亩的萝卜 今年大丰收 可是现在萝卜卖多少钱 一斤才几分钱 四五分钱 这赚不了什么钱 反正也是亏了 人家跟家里人合计合计 就决定这么着吧 咱们60亩地的萝卜 给市民们发个信息 免费来享用 免费让市民们来享用 结果这个好事 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韩鸿钢说 第一天 来了大概有几千人 这几千人把萝卜吃完了 问题是其他的蔬菜就糟了秧了 你知道吗 就是第二天也来了几千人 第三天啊 那个车啊 停的已经是污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在郊区农村吧 那种地方吧 这个车已经停的时候 望不到边了 然后事实上 这一场 这一场浩劫啊 造成什么 这个萝卜自然是都没了 是吧 但是辣椒 菠菜 香菜 这个地啊 一片狼藉 红薯损失了三四万斤 我怎么那么能吃啊 红薯三四万斤 还有辣椒抢走至少两百多块 菠菜被三分之一已经不见了 他们家被洗劫了就对 可能不光是他们家 整个有不光是别人家的 大概这家伙一拥而上 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有点奇怪 这一点不可思议啊 因为你想 那去的是城里人吗 城里人 开了车去 对 那你说这什么成本啊 你假如说你在城里住 你为了免费的一点萝卜 你开出去 这等于是一个郊游项目了 是啊 对不对 你要从经济来核算 这个邮费都不止啊 但是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情 绝对可以趋值于 就是赢过我们再算后面这些成本 你个女孩子 没错 他们女人最了解 对 那你选说最后一天 什么降价什么三百块 那你就没有想着你要花一天的时间请假 你要去排周年庆 你要花时间成本一两个小三个小时只为三百块 你还要花三百块 如果你不去花这些 你连三百块都别花 但他没想这些就觉得便宜 而且就觉得免费 就不要钱 光想这个你不会想那些时间成本体力成本 没错 或者甚至油钱成本 他他他他会把它当做一个郊游 我估计那几千人去啊 就等于是也是玩 等于是大家哦 那个地方就不安 然后跑到那里就什么水果 而且那些比较新鲜嘛 又没有呃 没有污染对不对 没有经过处理他们等等 而且这个他们说这个就是看出一个有研究群众心理的嘛 哎 哎这咱们又可以研究一下叫广场效应 对 就是说了就像是一群人凑一块啊 这都是个危险的事 为什么呢 群体凑一块的时候啊 平均每个人的道德水准呢 会比他一个人的时候降低 哦真的吗 因为他有一种免罪的心理 因为反不责众嘛 我们以前玩过这个游戏 游戏 我们以前只要是SNG在的时候 民众就会什么呢 SNG 台湾不是很容易就做连线嘛 然后我们有一台车子 然后就有个卫星嘛 然后只要有记者在那 通常大家就觉得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只是去吃个饭 因为车子嘛就停了 然后我们就大家去吃饭 出来哇我们整个车外面被围的这样 慢慢慢慢 然后每人在想说这边发生什么事 但也没有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只要在那边看 然后全部的人就会围观 你讲的那个是大家做看客围观 太热闹 就是这个事情然后或者说我们就架个摄影机 然后有时候就只是我们就 然后就架个摄影机 然后就往某个方向看 就真的会有人来 我就说这边发生什么事 这边发生什么事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是是是 然后人一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街坊 结果 结果你就反而可以造这个事情 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找不到人做街坊 然后就在路上乱话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有截稿压力 所以我们摄影师常会用这一招说 我们就在这边 你就一直往一个方向看 会有人来跟我们讲 所以我跟你讲 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 我就发现了 说什么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跟你说 谁说这句话 谁就是在忽悠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眼睛是血亮的 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瞎不忽眼的 你知道吗 他这个凑到一起 这个人真是 就可以比平常 你为什么人家说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是显得那么样的重要 尤其在今日之中国 对吧 就是因为啊 太多的人凑到一起 你甚至你想见网络上的这种情况 一群人啊 他都可以骂一个什么事 其实他过脑子嘛 他不需要过脑子 那对他可能就跟大小编一样简单 他是个痛快嘛 从重心理 也是个从重心理 所以那个精明的政治家呢 他就设计了一些场合 让民众的去安全的宣泄他的从重心理 比方说大型的演唱会 比方说美国每个星期天的橄榄球比赛 嗯 那其实好无聊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把整个城市的市民 这一天 星期天大家都休息了 这是最容易发生暴乱群体事件的时候 他把大家都弄到那个体育场上去 是放 是放 你去看演唱会 你不管上面是什么人在唱 下面的人都会昏过去还会 对吧 眼泪唱 为什么 因为本来你还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你 你本来听一个人 你本来也就这样 你们去看演唱会都是这样 然后旁边的人 他啊 风风电电 你也来开始风风电电 其实都是为自己 每个人其实都是为自己 荷尔蒙啊 都荷尔蒙 所以说 说什么 刘德华 这个周杰伦这些人 也是为安定团结做了贡献 我那天正好在机场出来 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一出来 就被堵住了 我就想怎么回事啊 嗯 后来一看 哦 刘德华 他刘德华最近怀孕了是吗 刘德华 他老婆怀孕 他怎么怀孕 他让人怀孕了 刘德华 这事你记得什么办法 没事 就他老婆怀孕了 是吗 人家就是51岁 我孩子了 对不对 没别的什么事啊 没别的什么意思 人家得了金马奖男主角 对 双喜临门 是怎么还的呢 怎么还的 这我 真的吗 对应该 你看你也不知道吧 广告的时候说给你听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凑一块就疯狂 你看台湾我觉得最明显 我去台湾觉得这个人都那么好 一单个人的时候 那么样的和和气气 但是你看 闹事的时候凑一起 这个台湾人同样是台湾人 那家伙就跟什么野兽一般的吼声 是吗 你说像造势大会那一种 那你在一个群体里面 你可以找 就像你说你可以找到一种安全感 认同 那一种认同 那你不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被他区隔了 所以如果你一村的人都被 早去做造势大会 你今天在家里面你就觉得 我好像被孤立 好像没有人理我 那这种感觉很 比你在那边做坏事 我觉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应该更大 所以大家只好跟着 有一次在台北造势大会 杨锦林在那里做采访 然后就拉出我就采访 所以你有什么感受啊 我说我很久没看到这样的群众大会 很亲切 因为大陆现在没有这样的群众大会 你说河南这事算不算群体事件 上面领导要不要负责 群体拔罗 我突然想到这其实是个商机 如果是有生意做生意的人啊 他完全可以在郊区啊 搞那些农庄 然后就吸引城里的人 比方说你就付一定的钱 你随便拿 不是这是农家乐是现在是有的 你付一定的钱你随便拿 那很多城里人就星期天半夜郊游 这其实可以向良性发展 来台湾现在就是农家乐 对啊 台湾有这种情况 那我现在不能理解是 如果你今天去你觉得 我好好这个人很好 给我免费的萝卜 但你为什么会对一个好人说 拔他们家他要卖钱的辣椒 这就是你怎么回馈他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现象你到处可以看到 中国公路上现在稍微开得好一点的车的人 他可能十年二十年前 也在种地也非常苦 但他心天稍微好一点 他对于其他在种地在旁边打工的人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想象一个 那不是那就是一哄而上 你说这个人 为什么我跟你说人一凑一堆 一凑一堆你就不是你自己了 你知道吗 你看见 拔呀拔呀 看见大家伙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